175 廣州日報2015年7月21日報章 B.07每日年最不風魔、不成活流融著作家出版社 三山城的美麗與滄桑第一次去九份 是那小鎮最不得意的時侯 昔日曾經因為採金繁榮的山城 沒什麼人,記憶中只有一條石階穿過兩邊古路的建築 直直往上,到九份小學的門口,我那時大三 不知是那位同學說九份看山看海,非常美 就全班成小火車過去 我們坐在石階上,看遠處的海甲 不知名的小島和暮濟的太平洋 台街兩邊有好多野生小草 厚厚的葉子,有點像先人掌 開著小黃花,風很大 女生的臉不斷被頭髮蓋著 好象加了膠水,緊緊黏在皮膚上 要用紙甲黏,才能把頭髮撥開 寫生器具更懂說了,才拿出畫紙 就拍一聲飛調,大家只好找個茶館被避風 純日式的建築,塔塔米,格子門,低矮的小窗 G啦G啦作響,萬里無雲,卻好象有無 透過窗上不平的手工玻璃 看得很奇怪的藍天,扭曲的山聯 還有一場線一場線的白浪 老闆娘心工作要說,大家在這兒晚餐吧 不貴的,而且晚上的九份財美,有小香港之稱的 問題是我們這票窮學生還是不敢 尤其看哪餐館的陳設 雖然古老卻很細緻,還有 老闆娘供啞摸心的工,受不了 嚇得我們十幾個人付完茶錢就跑了 到車站,天飲,回頭看山城人家 在晚霞裡,像圖紅色的積木 車一直不來,燈火紛紛點亮了 讓我想到一位失去青春歲月的老虎 喵喵眉,撲撲粉,花個晚裝 在燈下環顯出幾分風吻與美麗的淒涼 九份,據說因為早年那裡只有九戶人家 他山下又遠,每次有人要進城買東西 都順便帶九份上來,直到光水年間發現金礦 才一下子發了,發得燈紅走路 除了陶金人,燈亨現現也從四處飛來 台灣第一家電影院都在那兒開張 望海流變成萬花流,礦坑金盡變成倉球金盡 怪不得侯孝賢會選者女拍攝《悲情城市》 九份就靠這部電影 從活樂的曠山小鎮搖身一邊,成為觀光聖地 以那條長長的台階為中心向兩邊擴張 各種小吃、土產、藝品、餐廳、民宿、加上行紙窄小 兩邊房紙不斷往上加建 還搭著遮雨棚、少了陽光、多了燈光 一串串紅燈龍影著下面的人間煙火 成為二十四小時的夜市 山城太高、窄窄的路、假日車多 全車在路上,據說以前採金的時候 還有一條兩千多公尺長的鐵索道 通往海邊的金瓜石和碎坊 最近有退休的老礦工清除野草 讓那鐵索道又暴了光 也引起師傅的注意 有意從開索道,多好呀!想想,從海邊坐上臨車 一路巡著四十五度角的索道直上繁華的山城 既有古典與現代,繁華與孤藝,又可以下到老礦坑 法師古之幽晴,不是跟地中海那南頂白牆的 希臘山城聖托女尼一樣了嗎? 山城的繁華裏有多少足夠回味與不堪回首的往事 這個孤零零的小山城,真能成為小香港嗎? 風水流轉,人世滄桑,九份,那九戶人家還在嗎? 島士常聽人說,要去九份嗎?記得帶九份會員回來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